你夜不归宿 王雨鸣同意吗 不同意也得同意 我姐都说了 你这种情况 到晚上会更疼 她不来了 她忙着呢 你回去吧 回去 你腿就不疼了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就想让你快点好起来呗 没见过对情敌这么好的 你只是假装的呢 还是真不讨厌我 叔叔啊 之前跟你斗 就没想过 要讨厌你 其实还挺欣赏你的 别以为这样 我就会手下留情 那也得等你站起来再说呀 我能站起来 行 我说的是真的 知道 你知道我的旧伤是怎么来的吗 现在先别说这个了吧 赶紧睡吧 我爸妈离婚之前 吵得特别厉害 爆起电视就砸 最后就砸我腰上了 后来他们就离了 把我送往奶奶家 我就开始做各种不靠谱的事 打架 砸窗户 我都干过 就是想让他们注意到我 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新家 谁知道妈 后来妈都懒得妈了 见得不见我 妈妈就更疯了 倒不是还想引起他们的注意 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刺激 让我忘了我有多恨他 慢慢地 我也就喜欢上了这种活法 接着说啊 怎么不说了 还以为你不想听 走了呢 听着呢 说吧 我没什么朋友 他们都怕我 是王云鸣不怕 我奶奶确实以后 我就只有他了 我想跟他结婚 可是 一想到我爸妈 我就对家特别惧怕 甚至有些厌恶 我想 那我们就跑吧 去过另外一种 跟家没有关系的生活 结果我们还是没能在一起 直到这次受伤 被救出来之前 昏迷了半天 我以为我死了 我看见了我奶奶 我奶奶跟我说 看 活着多幸运啊 如果这次你能活下来 你就别再怕 也别再恨 回去跟雨明好好过日子 如果再不好好过 怕是以后也没机会了 这次受伤回来 她一直往医院跑 本人照顾久了 忽然觉得自己 没有以前那么彪悍 我就是个普通女人 我身边需要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 没有谁比王云平更合适 开始讨厌我了吧 她也不知恩图报了 不会 我很理解你啊 你别同情我了 没用 就算有用 我也不会同情你呢 赶紧睡吧 赶紧睡吧 你别忘了 你叫我 你 有 我 你 有 他 我 你 我 我 我 你是我错了 你真的就那么爱姜蕊是吗 对 你走吧 走啊 啊 嗯 几点了 老公 你还是去医院看看小漢包 怎么了 昨天她说那些事 我听了些特别难受 突然间我就特别理解 当时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去照顾她 干吗 有人理解你 你还不高兴呢 我在想啊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为什么 不能成为 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 你们在这儿住呢 我还能帮你们啊做饭吃呢 您怎么又把我当小孩呢 饭我还不会做啊 放心 你自己的生活 回去要好好地设计设计 小莫呢 就先留给我 小莫 愿意不愿意住在外公这儿啊 愿意 我要和外公下棋 妈妈就不能陪你下棋了 妈 你就让我住在这儿别软 你是不是已经跟外公 偷偷摸摸摸都已经商量好了 行 让你留在外公这儿 添花 来 快进来 来看看 玲玲姐 你怎么那么快就搬回来了 我都在我爸那儿住了半个多月了 再住下去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怎么那么不一样呢 行吗 现在这个好 真的 行吗 真行啊 挺好的 挺舒服的 原来 这家都是听别人的 现在不是自己能说了算了吗 我知道你们可能 都挺担心我的 我 挺好的 都已经想通了 放心 我以后会带着小莫 把日子越过越好的 行 姐 你要能这么想啊 我们就放心了 我觉得伊林姐说得特别好 这女人啊 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都得为自己着想才行 你这没结过婚的人 怎么说说话来 都是一套一套的呀 伊林姐 我们可等着你介绍呢 现在已经晚了 说实话 我已经打算 干回老本孩了 好 我去给你们倒水 这好像是不一样了 这 这以前是 是 是什么颜色的 浅色 浅 浅到什么程度 你看 你看 你别当着她的面呢 想什么呢 我又受刺激了吧 我在想啊 没想过 都已经这么大了 我姐还得操心那些乱七八糟的烦心事 这叫缘分没到啊 要更好的呢 等着你姐呢 你姐啊 就是太强势了 心大 气场太强 怎么了 你想啊 就那天 我们所有人都找不着她了吧 都以为她想不开了吧 结果 人家 比咱还欢事呢 你什么意思啊 别别别别 别多想啊 没什么意思 没有那种说 看热闹 嫌这事不够大的意思 夸你姐呢 觉着你姐呀 自信 坚强 那话怎么说来呢 叫半老徐娘 风韵犹存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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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不说了 那个 徐娘不老 不老 不行 这还 怎么还真掐呀 我告诉你 你这属于典型的闹着玩下死手 你知道吗 疼死我了 什么 活该 我告诉你啊 我姐 以前能量比这还大 现在才恢复一半呢 这事我 我心 所以说女人离婚 也就这么回事 对吧 这就是女人离婚以后 逆袭的典范 看着吧 我姐 这才刚开始 我跟你说啊 这事我得提醒你一下 别谁谁谁出点什么事 就往自己身上摊 对号入座 姐妹也好 闺蜜也罢 你得正确引导啊 只能劝好 不能盲目崇拜 知道吗 王先生 反正以后呢 你要是感动我不好 就想想我姐夫吧 盼点好 行不行 不计斗啊 这事能 能 能 能随便斗吗 什么叫离婚了 就这样啊 这话不能随便说 知不知道 行 行 行了 打住 干吗呢 别瞎动 芙蓉花园小区 长沙子 这名字够土的啊 是不是老小区啊 正亲 帮我出一张那个 去长沙的机票 好嘞 你要去长沙啊 一凡 一凡 他们要是问呢 我干吗去 你就说呢 我出差 去联系一下 那个医院的客户 千万别给我说漏了啊 老板娘 一云姐来了 跟你聊两句 来来来 坐 这么严肃 什么事啊 说吧 我是来找你辞职的 小丽 你去给我沏两杯咖啡 好的 为什么呀 我一直对你挺好的 嗯 实现你最自由 提成你最高 嗯 那你还这么不厚道 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现在 想回会计师事务所 重新去上班了 真的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还真拦不住你 你呀 在我们这上班 确实有点浪费了 不过啊 你走之前 你得把你手头内资源 给我交割了 尤其是大客户 特别是那个韩志杰 你瞧你 就惦记你那点资源 那当然 对你有好处 你的婚事啊 包我身上吗 不用不用 我的事 我的事不用您操心 不用 那倒也是 冲你现在的条件呢 那不出俩月 排队的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吧 我就是觉得 我现在什么都不会想 就想带着我儿子 好好玩日子过好 行 以后有时间了 你就常回来看看啊 嗯 放心 这有点舍不得你 哎 老婆啊 那个 我想跟你请个假 听这语气 不像是好事啊 好事啊 肯定是好事 我那医院的项目啊 谈得差不多了 所以呢 得赶紧出趟拆 然后呢 把那项目的具体细节 给人家定一下 啊 啊 啊 没听懂 去几天啊 啊 哎 去两天 如果顺利的话啊 没准那个 明天晚上 就 就能回来了 哪儿啊去 常 常熟 对对对 常熟 行去吧去吧 吞吞吐吐那样 搞得跟气管炎似的 我有那么凶吗 当然没有了 老婆你啊 你最 请打理是吧 我都背下来了 去吧 注意安全 哎 好嘞 我回来的时候 给你带大闸蟹啊 常熟 哎 这长沙有大闸蟹啊 带车 带车 快 都 好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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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直播 这这马上就赢球了 连续剧呢 连续剧我就得连着看 不是 爸 妈 我回来了 哟 回来了 凡 吃饭了吗 啊 吃过回来的 嗯 你也没给你块回来啊 她去那个什么 啊 长熟出差去了 还说回来给你们带大闸蟹 真的啊 对 他们公司还真是挺有起色的啊 怎么了 给你他 妈还想问你呢 嗯 你姐和你爸那边没什么事吧 没什么事了 我姐已经回自己家住去了 对了 这就想开点就好 其实那天也怪我多说了几句 你爸没说什么吧 你别多心了啊 你看 人杜亮哥就是杜亮哥 那您不也是聪明姐吗 我是觉得啊 通过这事也给你们俩敲响一警钟 两个人过日子啊 就应该踏踏实实的 不能吃着玩脸还看着锅里头 你这样弄得 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灰头土脸 也不好收场啊 通过你姐和你姐夫这事 我觉得你们俩吧 应该把和小韩的这种事 必须都得 我先去洗澡去了 这就不耐烦了 看着连续剧呢 你 就是他这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 我就是想问你一句 你来找我的事小韩知道吗 那我不能跟你去 我们俩之前的那些事 小韩应该跟你说过吧 这些我都知道 阿姨我觉着那时候啊 他刚刚年纪小 看待问题呢是有偏差的 而且你们呢 也不是他说的那样啊 你错了 我们就是那样 再说我现在也没空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因为小韩呢 肯定已经早对我们死心了 不 阿姨 他再死心了 他也是您的孩子 是不是 您也是他妈对不对 那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你不要相信亲情的力量 有多强大 在他很小的时候 我都能把他丢下 现在他都长这么大了 我还有什么丢不下的 更何况我又不是医生 我也帮不上他什么忙 阿姨 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 你这么大老远来找我 我跟你说什么废话 我准备修身养性练练毛笔字 你觉得怎么样 你是准备把书店搬回家去 差不多了 要考猪快啊 猪快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考完了 这不是六年都已经没工作过了吗 好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还得重新再学 好多呀 就得歇吧 行 我来办 跟你商量件事啊 你说 你在我们婚介所的单子 我就只要给我们同事了 行吗 不用 本来我对相亲这事就没兴趣 你不做了 正好我解脱了 别为了不可能的人耽误时间啊 本来呢 本来呢 我还等你放空一阵子再跟你谈这事 现在你既然说起来了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感情这事啊 你说了不算 没人能给答案 除了时间 所以我说 让你别耽误时间 这就是答案 好 我觉得你还是接着继续找吧 好 走吧 还没睡吧 找我 我正准备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呢 我就想提醒你一下 早点休息 那么多书一下也看不完 别着急 六年的差距 再赶不上 我就四十了 你没问题 我相信你 谢谢韩总的盲目信任啊 你想去四大吗 四大我以前待过 再重复过去的路也没什么意思 而且 现在国家有意复制国内的锁 我想 还是找一家国内的锁吧 长科你愿意去吗 爸 怎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啊 我中间想几个事的 想问问你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有一次呢 您跟我妈呢吵架 好像还是要闹着离婚似的 好长时间离家出走了 然后呢也没事了 也不说给家里来个电话 我想问问你 你当时不想我们吗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种事来了 你不是去谈项目了吗 不是 我 我喝多了 这就突然间就想你这事来了 别提那半年了 简直是人间地狱啊 你说我怎么能不想你们呢 那些日子啊 我天天在咱们家的楼下 看着家里的灯灭了我才走 两口子再有大的气啊 孩子总是放不下的 那是怎么又想明白了呢 我跟我自己说 忍一忍就丢下了 所以我就一忍再忍 可是忍了半年 我就扛不住了 这时间呢 什么时间都能冲淡 就是孩子 时间越长越想啊 我知道 我这些年这件事 你一直放不下 不是 爸 我有什么放不下的 要说放不下 那我妈有可能放不下 那什么 行了 我呀不跟您说了 您早点睡觉 行挂了 你这大着肚子出来 不怕你们家杨小宝发飙啊 那她这小心脏也太脆弱了吧 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说她呀 今天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帮依林姐 从头到脚地打造一遍 让她在新公司啊 可以迷倒一片 这也太绿了吧 这不行 你的公司好吗 是韩志杰打的招呼啊 你就不怕韩志杰趁机要挟呀 他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 韩志杰挺好的 我现在谁都不考虑 依林姐 其实你可以好好想一想 你刚刚离婚 韩志杰呢 又是高富帅 如果你真跟她好的话 林伟肯定气死 能不能不提她呀 真是的 我告诉你们啊 我今天只有一个小时时间 抓紧 我们陪你逛街 你还差时间 就是 一会儿我事多儿呢 那这浓头发呢 你现在对自己也忒好了吧 不是你说的吗 要从头到脚打造我 再说了 花子以前感觉不错 给我放回去 我怎么觉得 应该是花别人的钱 感觉特好呢 要是你的话 是喜欢花别人的钱 那是谁呀 在哪儿呢 马国 保时捷 你 肚子 肚子 小韩说让我把张卡呀给您 说那密码呢就是卡的后撕位 他什么意思啊 他现在看病不用钱吗 我不知道阿姨 不是 他这是想干什么 他安排这些干什么 这个我也不知道阿姨 你说你这孩子 你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你不知道你还猜不到吗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见过面 他突然给我一张卡 他想干什么呀 他不会是有什么极端的想法吧 你说 你现在跑到这儿来找我干什么 你现在应该二十四小时 陪在他身边才对呀 不是 阿姨我 我就是阿姨朋友 我也不能老守着他呀 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 看看他干什么了 明基 喂 一鸣 怎么了 喂 一鸣 怎么了 喂 喂 一鸣 怎么了 我对不起他 我 我没连见他 老老回来了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有惊喜 好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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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这个鸣儿床我喜欢 好可爱啊 这鸣儿床我是 大七折的时候买的 是样品 在那儿摆了三个月 跟新的一样 而且价权特别少 老公 这些你都什么时候调的 早就开始调了 我告诉你啊 我注册了一个母婴网 还注册了一个妈妈网 我可能会取经验 你看这些衣服 全是他们推荐的 你看 小老虎 质量特别好 怎么样 小公 你太棒了 你这样的话 我以后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你 我不说过了吗 你只负责生孩子 剩下所有的事都交给我 只要你想干什么 一乘令下 我马上行动 好 那我现在命令你 立刻马上去做饭 宝宝饿了 准备 那个 赏一个 什么味儿 香水 哥 坦白从宽 我就是跟依林姐她们 出去溜达了一会儿 然后我看见 沈奈尔五号在那儿 那个味道特别好闻 我没控制住 就喷了一点点 就喷了一点点 嗯 昨天你说公司找你开会 你去哪儿了 看您 说清楚啊 看您 看到什么电影啊 暴力街区 你怎么看那么中口味的电影啊 这对孩子 我不是无聊吗 好好好 别着急 别着急 这事也不能怪你 要不然这样 我让我妈来陪你 不要 让你妈妈来陪你 更不要 我妈早就说要来陪我 我没让她来 老公 我以后呢 尽量少出去溜达 行了 但是你出去之前 必须打电话向我请示 可是你必须批准 您要是不批准的话 我就会生气的 我生气宝宝就会生气的 你给我耍赖是不是 要做饭呢 马上做饭 儿子 回来了 妈 累吧 来 来 来 给我 干什么呀 这么高兴 可不是高兴吗 人头说儿子一结婚 就惦记媳妇 你不一样 笑声 出趟差还想着妈 说什么呢 您这是 一丸呢 卧室呢 你快去报个到 老婆 老婆 我回来了 肖嫁来了 你 你这么看着我什么意思 你今天眼神看着我有点心里头发慌 那你老实交代 干吗去了 那个 杨小宝 这跟杨小宝什么关系 是啊 这跟杨小宝没什么关系 不是你提的杨小宝吗 是不是你俩串着口供 骗着我 瞒着我 让你去找你小蜜去了 这话不能瞎说 你你 不是你你你你 你什么意思 你是你真不知道 还是装不知道呢 我没跟你开玩笑 别跟着炸我 一脸的心虚 还撒谎 这我 我撒什么谎我撒谎你 谁撒谎了你 爱信不信 原来还真生气了 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 再好的心脏 他也受不了呀 我不怕 你变得跟我全爵子一样 你看 我那天跟你说的话 白受了是不是 不能随便对号入座 怎么回事啊 忘记了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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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老公 错了 错了就完了 那我以前将许节目 以前将许有什么用啊 我回来 你也不说啊 给我宽个衣 还坐在那儿盯着我看 撒谎 有意思吗 戳什么戳 你不说 不说好好的 安慰我衣 妈你 你那么又不休门呀 不是 我是急了点 就问你那个大闸蟹呢 对啊 大闸蟹呢 呀 哈哈 嗯 哦 啊 啊 呜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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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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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情况呢 韩总都跟我说过 他们公司的审计呢 都是由我们负责的 那么咱们也就 开门见山地说吧 在之前呢 你确实很优秀 但你毕竟 六年没从事审计工作 那现在有很多新的东西 抖得重新来 你看从初级开始 你能接受吗 没有问题 叫审计组的冯娟来一下 经理 这位是冯娟 这位是江一林 以后你就在他这一组了 你好 大家手上的活放一下 这位是新来的同事江一林 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我叫李明 你好 王芳 你好 我叫何磊 你好 我叫王芳 没有 我叫浩芳 你就坐这儿吧 这是你的位子 哎 七仙公司的盘点做了吗 没有 江一林 这事就你去办吧 下午就去 哦 喂 您好 人的 박 Commercial 我就是准备我 是 马上 你们rock 不得上 鱼 王芳 每年都这样一盘点 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就咱们俩呀 没准备吧 我都给你备好了 穿上吧 来 来来来 进去吧 这里面可真够冷的 我说你们这公司呀真是的 怎么不派几个男的来啊 他们都出去忙去了 你既然是会计 你们公司就该派审核来弄 这会计就是对对账 我实效全能 你们派一个女的来 你说我不帮一帮吧 这也说不过脸去 谢谢您了 李伯伯 来 阿姨 就这个房间 这房间呀可能有点小 对了 还没跟您说 那个医院呀就在附近 咱呢走几分钟就能到 他中午吃什么 这个您不担心 我妈做完了 我爱人啊送过去 那我和你一起去 那什么 放心吧 他见了我什么反应 我有心理准备 于明啊 你找我来 不只是只想打开他的心结吧 你是不是也不想他再麻烦你了 那个 我倒不怕麻烦 我爱人呢也能理解 就是 阿姨 咱时间长 我慢慢跟您说 姑娘 来看看 没错我就搬走了啊 您先等会儿 怎么了 你的心真细 没问题吧 李伯伯 你这是怎么了 腰间盘突出 不知道哪个村子 就给我杠上去 那 那您得多注意休息啊 我觉得这腰间盘突出 可能还真不能在 这么冷的地儿待着 要不然这样 您出去歇着吧 这儿您就甭管了 那 您快去吧 大忙人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有我不就行了吗 你忙你的事去呗 阿姨 一凡 这是小韩的妈妈 这是我老婆一凡 你好 龙一鸣 你过分了啊 事管得也太多了吧 是我自己要来的 我来吧 好 那个小韩 有话呢 你跟妈妈俩人好好说 我们先走了 站住 把她带走 小韩 你为什么要把她带过来 就凭她自己 不可能找到我 你怎么知道她找不着你呢 你妈妈呀 一直很关注你的 就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没这个嘛 小韩 你也别生气了 你这生疾病呢 生气也不好 你妈妈好像来一趟 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 你还是先听她的吧 跟你妈妈好好聊聊 好不好 那我们在这儿 也不是很方便 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好聊 阿姨再见 阿姨再见 是啊 来来来来 快快快 快点 го rhy zwe 越来越悠陪也 谁 اد 赶紧 海人 夹 看一这地 走 喜欢 明天就吃饭了 吃点东西吧 我不想说什么难听的 你赶紧回去吧 这次 我要在这儿待一段时间 那你们家吴道老师同意啊 不是分开一天 都要死要活的吗 我跟他也离婚了 又一个孩子被抛弃了 我们没要孩子 那你太可惜了 帮人家带了十几年的儿子 到头来还是被福子连给赶出来了 我说呢 怎么会有时间来看我 我以为 到了你现在这个年龄 能理解当时的我了 我理解不了 你也别妄想我能理解你 好 来 吃一点 你走吧 求你了 我 我走了 你不还是得麻烦别人 麻烦别人 总比看到你好 你现在 不是正去要人照顾吗 我从五岁到现在快三十岁了 我需要照顾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现在用不清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你也知道 你爸那脾气 你别找借口了 我爸要是脾气好 你就不会跟别人走了 你帮人家带了十几年的孩子 到现在还是被人赶出来了 你自己都没有问题 是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你 我知道 你还是这么恨我 这样 我给你照顾好了我就走 我也知道 现在 你也只有我呢 你也只有我呢 我从来都没有过你 韩总 最近公司颇得您关照啊 您客气了 是你们公司最近对我很关照 依林在吗 依林不在公司 去精彩公司盘点去了 最近公司活多大家都在加班 希望您能理解 加班 你们不都是正点下班吗 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我也不跟您的公司 我也不跟您绕班子了 我有我的原则 不管人从哪儿来 我都得试试它的成色 不合格的话 过了试用期 我照样退 我跟您合作这么多年了 也了解您的为人 希望您能理解 完全没问题 姑娘 不是我说你 咱是跟人打工的 不是跟人卖命的 手都动红了 就我一个人 我看这进度 我三天都动不完 你三天就想弄完啊 去年两个小伙子 都花了三天时间 你一个姑娘呀 怎么能和两个小伙子比呀 我这刚是从洞库出来 你知道吗 零下二十四度 头一回体会 没事 那你就别担心我 我告诉你这事 你千万不能跟咱爸说啊 也就是几天的事 那个放心吧 一个下马威 吓不到我 冷冻库里面 待时间太长也容易感冒 不是明天你让那冯娟 多派几个人帮你吧 别别别啊 千万别 你们谁都不许来 我告诉你 就是他们呀 就是欺负我是新来的 其实呢来点狠的 我根本就不怕 怕就怕那种啊 表面对你不错 背后捅刀子的 行了 你担心我啊 刚给我姐打电话 她现在被他们领导 派到了东空去盘点 这都坏了都 这志农说呀 万事呢 开头难 慢慢就好了 小孩晚饭吃过了吗 嗯 吃过了 我刚知道 是啊 哎 你上次说 因为项目出差 是不是去找他妈去了 嗯 你怎么跟我说实话呢 那不是我怕你小心眼吗 是吧 在这儿说了啊 我是真想找个人来照顾他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自己呢 你自己说你真为了什么 你看他对他妈那态度 他能接受他妈吗 非得在这个结果眼上惹他 其实我一直认为啊 小孩的状态呢 不是他的常态 我甚至觉得说呢 他如果好了能走了 他对我这份依赖呢 自然也就解开了 接着就出去封去了 可我听他说完电话之后 是 我知道你现在呢 也不会介意 我也相信呢 你会尽最大的努力呢 去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么下去吧 对咱俩的关系不太好 那你上次说 不能当小孩唯一可以依赖的人 那你有没有想过 人小孩会不会认为 是你抛弃他了 他那么聪明 他肯定想得到为什么 那就只能啊 让他慢慢理解吧 而且我认为 现在呢 是让他跟他妈 和好最好的机会了 如果这心结能解开了 他还为止就能 换一个新的活法呢 也是啊 敏击 真漂亮啊 敏击她啊 真漂亮啊 真漂亮啊 即菜了啊 敏击她啊 怎么啦 我呀 怎么了 滚 organization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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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怎么在那儿啊 敢巧了呗 缘分 真是太谢谢你了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吓坏了 有点 那就别回来那么晚 不行找个人帮忙 干吗那么拼命啊 人公司本来就不想你们事务所去查账 你还真往上冲 那是女同志干的活吗 你以为你北极熊呢 又壮又抗洞 长科不是你给介绍去的吗 大家一会儿都等着看我是不是花瓶呢 这是第一个任务 我要完成不了 那不要给你栽面吗 别别别 您千万别考虑我的面子 我这真无所谓 你要真累出个好歹了 我还追悔莫及呢 没吃饭吧 面包和牛奶 这是那个感冒药 还有冬山糕 谢了 客气 早点回去吧 我也得回去 把今天的工作整理一下呢 别再整理了 洗个热水澡 早点睡觉 好 三 三 二 三 感情这事啊 你说了不算 谁都给不了答案 除了时间 除了时间 来 你怎么又来了 你不是没事吧 我也来活动活动 出出来 来 你是要准备申请好人卡吗 我想申请一张钻石级别的 你这太薄了 穿这个吧 这个厚 来 谢谢啊 你回去吧 真不用你赔 那你要再碰到 昨天那儿的情况怎么办 我哪有那么幸运啊 你以为那种事是能天天都碰上的 那也不成 你要冻病了耽误工作 这个也丢我面子 姜汤 走了 帮我擦擦酒 好 走 还疼吗 好 丁阿姨 多少钱一小时 按护工的家 多少钱一小时 十块二十块的 你就看着给吧 那麻烦您 帮我把垃圾倒一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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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还不接受她妈妈吗 我看了她还行 她妈妈在的时候反正 她也能吃饭了 那么久完了吗 我接个电话啊 阿姨 开门 开门 小孩 小孩 阿姨 怎么了 不知道拿什么摔上来死活 就打不开 小孩 小孩 开门 小孩 你让她走 不是 我不走 那你到底想干吗 小孩 你以为这样你就是我妈了 我告诉你不可能 你越是这样 我就越恨你 小孩 记得小时候 大冬天的 我在你们家门口等你 一等就是一天 你从来都没有理过我 现在你回来了 逼着我原谅 你凭什么 小孩 小孩 你让她把话说完吧 别再给我揉脚送饭了 别再让我习惯了你之后 你转身又走了 我还是过没有你的生活比较好 我现在是成年人 知道该怎么保护自己了 小孩 小孩 我这次 这都不走了 我不信 笑什么呢 又有八卦 那个韩志杰问姐要好人喊 韩总 为了追求咱们的依林姐 亲自跑到洞库 帮她搬东西 还自带了羽绒服 姜汤感冒药 冻伤膏 不是吧 太医老总帮你去搬东西 这就是爱呀 行了行了 都别再八卦了啊 赶紧替我想想办法 怎么能让韩志杰 不再这么做了 我有个办法 说 就是顺其自然的剧情啊 什么呀 我姐要的不是这种剧情 对 依林姐需要的是霸道总裁的剧情 依林姐 你说这么浪漫的剧情 都落在你身上了 你还想怎么着啊 这种剧情只适合小妹妹 不适合我 我现在已经离婚了 我只想怎么安排好 我跟小莫的生活 其他的剧情 坚决不会上演 别呀 韩志杰条件多好啊 就是啊 单身经济优越 阅历还丰富 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呀 没错 它就是新时代的万能保险箱 只要你拿着钥匙打开它 你的后半生就衣食无忧了 从现在到将来 我要靠的是我自己 我诞成 现在要再开始有点太快了 再次说了就算你愿意 那小莫也不愿意啊 我不赞成 只要你下定决心 小莫迟早会接受的 我下定什么决心啊 韩志杰根本就不适合我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老实说 韩志杰这样难道你 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吗 我现在不想谈情说爱 我知道我要什么 好了 各位 我就不陪你们八卦了 姐还有点事 先走一步 你什么人呀 把我们约出来自己跑了 老婆 你说这韩志杰倒是有戏没戏啊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我看伊林姐 对她成见挺大的 那怎么办啊 不管怎么办 咱俩都得撮合他们呀 老公 你以后能不能把工作 都放在家里做呀 那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了 我们单位有一个小乔 他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他老公就天天在家陪着他 把所有工作都放在家里做了 小乔啊 嗯 老公 真不行 老公 真不方便 方便 明天就跟咱哥说 咱就在家里办公 嗯 老公 嗯 你说咱们的宝宝 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管他男孩女孩呢 哎 我都想好了 要是女儿呢 咱们就叫他圆圆 如果要是儿子呢 就叫我圈圆 屁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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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啊 赶紧把耳朵捂上啊 刚才妈妈说脏话了 咱不学啊 咱不学啊 不不不不 对不起对不起啊 妈妈干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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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他干他干他 干不干 干 来 阿姨 怎么了 小韩让我带他出来 买两件衣服 我上趟厕所 这工作人就不见了 什么身份证啊 钱包什么都在他那儿 什么都没有 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您别了急 我给他打 小韩 你在哪儿呢 这是上个月的 这条是你做的吧 看你怎么做的 这也是你做的吧 怎么搞的你 冯姐 冯 你坐 冯姐 这是七仙公司的盘点结果 和流水账目 行了 等一会儿 跟我们一块分析 这两天就得把结果报上去 辛苦了 好 对 是我让护工带我回来的 你的钱包 银行卡什么的 刚才我交个快递 给你寄回家了 这是身份证和火车票 你回去吧 小海 小海 你非得要这样吗 是你非得这样 那什么 那个 来来来来 阿姨 这儿 您啊 正坐一会儿 我带她呀 下楼转好转回去 你不觉得你今天做得有点过分吗 如果今天她的手机也放在包里 让你一块儿给寄走了 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她要是走丢了怎么办 蛮大街都是派出所 派出所 谁去接 让你去你去吗 让我去 她连我电话号码都没有 你让她怎么办 随便 不是 小海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管不着 我是管不着 我是不想再看着你们 互相折磨下去了 你别说了 小海 作为你的朋友 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不能再这么纵容你下去了 你纵容我 黄玉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真实想法 你以为我只是反抗我妈 你越是希望我们俩好 我就越反抗你 小海 我只能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是谁说的 永远都不会放弃我 我现在也没说要放弃你啊 你别解释了 你可以消失 你可以不来医院 你可以不跟我联系 我不会主动找你的 你现在用这种方式 你什么意思呀 捡了一只流浪狗 临走之前 给它放了一把狗粮 你既然要走 你干吗不走得干脆一点 我没有说过我要走 那天你跟依凡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我可以一直陪着你 而且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有些事情我给不了 也做不到 我是怕你 怕你陷进去 是因为我知道你在哪儿 我以前一直认为 如果我能站起来了 我就不会那么在乎你 可是同我真正站起来了 我们去吃饭的那天 我突然发现 我不想站起来 我选择了让你抱 我已经陷进去了 我已经陷进去了 我以为了 如果之前 我可以一咬牙离开 离开的那段时间 我一个字都没回 那说明我还可以 开始自己的生活 可是这回我做不到 我真的会因必要忘了 flu太密 你这只是生活上的半 你跟他和好 只是因为 你对你们婚姻的承诺 你一个人不该毕竃 我一直都坚信 没有一段感情 能够超越我们 是我错了 你真的就那么爱江绿是吗 对 你走吧 走啊 走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